不过这健康虽然跟身高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现代人总是希望着下一代可以长得比自己还要高 不过其实要长多高呢 专家就说这基因跟营养是同样都很重要的 面对市面上现在各种帮助长高的药物 民众的接受度有多高恐怕还是见仁见智 只不过这身材高人一等不但是有优势 也是大家共同的愿望 不论是看身高六尺三寸 191公分高的林书豪 NBA球场上展现精湛球技卖力得分 还是看身高五尺九寸 175公分高的名模林志玲 台上展现优雅身段高贵又迷人 人要先长得高 似乎是晋升专业舞台的第一要件 但是家长该怎么做才能让小朋友长高 却没有标准答案 他们是说脚底按摩就会长高 有一个是脚底按摩 对啊对啊 但是不能太早 喝过 他那个喝了以后就是有各种的维他命啊什么什么的反正 面对各种不同的答案谁对谁错就看台湾热门健康谈话性节目健康同学会潘怀宗老师给答案 你如果营养不足的话呢 他第12岁的时候呢 营养素不足他没长到对不对 到了13岁你给他吃东西 他把12岁该长得一起长回来 知道其中一项影响因素之后就能对症下药 面对市面上各式各样的健康食品如何选择 家长更关心成分是否健康 不太放心用其他的药物啊 或者让他长高 或者是维他命的这些东西 我就是一切都是自然比较好 天然的应该会考虑看看 虽然影响长高的因素真的很多 家长除了给孩子摄取充分的营养素之外 建议最好透过专业医师诊断 让孩子长得比自己还高 完成每一位华人爸妈的心愿 东西新闻用志李中瑶彭迪在洛杉矶的